掌声有请下一位告白者 哈喽 同学 您好 今天见到你真的特别高兴 我一直在都特别喜欢你 我要是这辈子 我要是这辈子能碰到你这样来 我要赶紧嫁了 真的 一定要牢牢拴住他 我有两个感触 第一点是他说话是一直在动 他说话一直在 我太紧张了 你知道吗 我有种感觉就是那个风情万种 来 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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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表达 我见到偶像真的是特别激动 那我们言归正传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赵红亚来自四川 我是做珠宝销售的 大家以后需要买什么珠宝啊 首饰啊可以来找我 我肯定给大家特别实惠的价格 我突然之间 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 他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摇曳生姿了 是做销售的 你今天向谁告白 我今天是向男朋友于强告白 我希望他不要再这样惩罚我了 我真的很哀悼 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我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他觉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今天晚上没回家 上个月八号吧 我的一个哥哥 让我出去帮忙应酬一下 你的亲哥哥 不是 我就是认了一个哥哥 然后我去帮忙应酬一下 说顺便给我接到几个重要客户嘛 然后我就去了 当时我给他说了 他也同意 晚上吃完饭 车坏了 我给他说了 我说车坏了 今晚可能回不来 谁的车坏了 就是 陈哥的车坏 对 陈哥 然后当时他特别 太哥特别好 觉得说那行 你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 第二天我回 那时候我男朋友把所有东西都收走了 我到处找不到他的东西 找不到他的人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亲爱的 你在哪儿呢 他告诉我 咱不要再联系呢 咱分手吧 我说为什么 他这么让你自己想 以后不要再找我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三连的感情 他能说分手就分手 所以你想不通 他为什么会 离开我 不死而别是吧 是 那结果那些客户 在跟你酒桌上的时候 有没有人做出过 对你不尊重的行为 有没有 有 有 以往这样的情况多吗 在酒桌上的应酬的时候 有没有 我虽然出去应酬 回答我 多不多 好 你为什么要忍 因为我是干销售的 客户对我来说 真的特别重要 就是为了钱和业绩 是这个意思吧 我并不想大家看得这么轻浮 我做事有底线的 对 有些钱是可以挣 有些钱是不能挣 我自己幸福 很清楚 谢谢 谢谢